感谢观看 左侧形状去除边框线条 将填充颜色改为白色 同时为其添加向右的阴影效果 并适当增加模糊值 提高透明度 再次插入一个圆形 选择无填充 边框线条设置为渐变线 渐变方向从左至右 并去除中间多余的光圈 只保留左右两个光圈 并将两个光圈的颜色都设置为蓝色 将其中一个光圈的透明度 设置为百分之百 并通过调整光圈的位置 来控制渐变的效果 最终将渐变原型 制作成视频中这样的效果 将准备好的时间轴文案信息 放置在页面中进行排版 接下来复制当前幻灯片页面 选择复制的第二页幻灯片 将现有的文案 向上移动至编辑区以外 插入新的文案信息 并复制当前文案信息 回到上一页幻灯片 将其粘贴至页面下部 同样需要保证 其在幻灯片编辑区以外 切回到第二页幻灯片 将时间轴标签进行位置调整 同时选中右侧的图片 向左移动一段距离 按照同样的方式 完成后续所有页面的制作 选中所有幻灯片 为其添加平滑切换的动画效果 并将平滑切换时间更改为1.25秒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企业发展平滑切换时间轴 动画效果的制作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大江 关注我 学习更多PPT制作技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